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抗议 要用不教GST的方式来抗议 抗议什么呢 因为在Level 2 我们还说的是Delta Level 2的情况之下 Indoor 市内的50人 他们说这个50人他们怎么活 所以我就说你说南岛能不期待Level 1吗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全国人民都在期待 但是我今天早上听到好几个专家都觉得没戏 Level 1没戏 说那个就是奥克兰降到Level 3也没戏 奥克兰降到Level 3也没戏 好 你还那么坚持吗 你还认为是会降到Level 3吗 我早就说没戏了嘛 你说降到Level 3也没戏 你认为还是这个Level 1 我觉得肯定还会延长一周 不是说这我猜测 我觉得会延长一周 因为它的这个Mystery Case还在增加 那你这个就 你觉得就是尤其是 我们是不是应该结束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了 再听下去没意思了 没希望了 这个问题就在这 就我们比较保守的政府的政策的话 它是很难在这种时候说去降级 尤其是过去这几天的 好像还是不断的出现了一些状况 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稍后时间我跟大家说 那么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要说的这个新闻还是蛮多的 各种各样 我们当然也要闪闪的 明天星期六 9月11号 也就是911恐怖刺激事件 满20周年 那么在稍后时间 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一点点的这个信息呢 来跟大家来分享的 好 节目的一开始呢 首先我们先带给大家呢 就是道路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看一下奥克兰的目前啊 在这个星期五 同时也是在这个level 4的这一个状态之中呢 当然呢 在奥克兰方面呢 目前呢 交通的是四通八达的啊 各主要以及非主要公路呢 目前也都是非常的顺畅 还是呢 在这边唠叨的一句啊 如果你正在这路上呢 是因为有必要的这个出行 我们叫做essential啊 那么希望在路上呢 也是小心的驾驶 好不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跟大家来说说呢 根据世界实时数据库 到今天早上6点钟啊 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的新冠确诊个案呢 是来到了2亿2372万多宗的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461万4千多人 康复的个案呢 是超过了2亿022万7千多宗 那么五个确诊个案排名最多的国家呢 依旧是美国、印度、巴西、英国以及俄罗斯 美国方面呢 4141万7千多宗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67万1千多人 印度3317万3千多宗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44万1千多人的 巴西2,092万8千多宗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58万4千多人 英国713万2千多宗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13万3千多人的 那么排在第五位的是俄罗斯 708万4千多宗的确诊 死亡人数是超过了19万3百多人的 在这个9月10号 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日子 叫世界预防自杀日 这个还挺 我还没有特别听说过这种日子 就是commit suicide 就是说 当然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知道 其实包括年纽纽在内 每一年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或者是不理解的一些原因 而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这些个案是非常的多 纽3也是如此 尤其是年轻人方面 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些困扰不得而知 那么在全球方面也是非常的严重 对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年轻人的自杀率 是榜上非常有名的 就是倒数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呢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呢 这个在英文方面的就是 World Suicide Prevention Day 怎么去防止 怎么去预防这些人呢 是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其实这个就跟他的字面意思是一样的 目的就是在全世界能够采取行动来预防自杀 那么自2003年起呢 其实全球各地就有许多不同的这种类似的活动了 国际自杀防治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呢 是合作主办国际自杀防治日 根据国际自杀防治协会的统计数据 每一年在全球啦 当然是啊 大约呢 是有一万人是死于自杀的 而且数据呢 还在逐年增加 欧洲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地区 而东地中海是最少的 根据维基百科呢 也是说 俄罗斯人是最令人担忧的自杀案件 那么2021年呢 世界预防自杀日的主题 是用行动创造希望 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塞呢 也是表示 尽管取得了进展 但是每40分钟 仍然是有 40秒 40秒钟 sorry 我也想说40秒钟啊 还是有一人呢 是死于自杀的 每一个死亡对于家人朋友和同事来说 都是一场悲剧 然而自杀呢 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他也在呼吁所有国家可以 持续的 用可持续的这种方式 将行之有效的自杀预防的策略呢 是纳入到国家卫生和教育的规划当中 对 那么今天呢 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其实在纽西兰方面呢 如果大家在今天呢 听听的这个主流媒体呢 在探讨这个自杀方面呢 其实呢 你会发现呢 为什么 如果我们在 一般我们的华社里面呢 可能对于这个自杀 这个议题 这个话题呢 比较少 或者是比较少 有人愿意去讨论 但是如果你听听 主流社会当中啊 好多人都会跟你说 他们的这个身边的朋友 或者自己的家人啊 兄弟姐妹等等 确实是让人感到蛮震惊的 你会觉得生活在纽西兰 有那么的 这个压力有那么的大吗 有那么多的这些困扰吗 我觉得心理问题啊 不仅仅是压力造成的 是有很多因素 可以造成心理问题的 有的人他真的是没有压力 生活顺遂 但他仍然是有心理问题 但在这件事情上 我最近看过一天报道啊 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尤其是亚裔 不仅限于中国人 也包括了像什么印度 韩国 日本等等 就是所有的亚裔 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们不愿意去承认 自己有心理问题 这个在西方社会当中呢 大家比较的 好像能够接受 说自己是不是抑郁了 或者自己是不是 最近心里不是很健康 然后呢 会愿意去寻求帮助 但是亚洲人 好像还在羞于说 自己有心理问题 或者他们非常的不愿意去承认自己 最近心里不健康 他们只会说 我最近工作太累了 或者是说 谁没有压力呢 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所以不愿意去 在最早的时候呢 去接受一些治疗和帮助 他说这个是导致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 最近的一段时间 应该说最近几年吧 自杀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观点 我觉得也是可以 就在这边也是告诉大家 这个很正常 而且不代表说 你是脆弱的 或者是说呢 你比别人的承受力弱 有的时候这个心理问题 并不代表是 一定是压力造成的 是很多因素 所以不要羞于去跟人 或者是跟其他人 去寻求类似的帮助 人嘛 总会生病的 对 有时候生病 生病的是肉体上的 有时候生病是心理上的 或者是精神上的 那么在纽约呢 其实有很多的 这方面的这些机构呢 都能够提供免费的咨询 辅导帮助等等的 那么因此呢 如果真的是感觉着自身 或者是 有时候你很难判断 自己是不是已经 是步入了 或者是陷入了 一种精神呢 或者是心理方面的 一些疾病 那么尽早的 如果发现自己 或者是身边的这一家人呢 是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不确定也无所谓 尽早的去寻求 这个专家方面的一些咨询 那么及早的去进行治疗 这是关键 就是这个 你就把它当成就是生病了 是 对吧 你管它是精神方面 还是身体方面的 这生病又不是 什么控制的 对不对 其实还有一个 它那个文章当中 还有一点 我觉得也值得分享 就是怎么去判断 因为亚洲人 比较排斥这件事 所以把很多的一种现象 就把它作为了说 是自己压力过大 休息休息就好了 他说有一个是比较明显的 可能比如说你有心理问题 或者抑郁的初期的一个症状 就是不爱起床 就是我说的不是那种 就是我们那种 比较厌倦 对就比较 或者是说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不想起来 我觉得没有意义 然后你可能需要个几分钟 才能够从床上爬起来 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初期的表现 但大多数人会把它认为 说是我累了 我昨天没睡好 我睡一觉就好了 所以其实并不是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 而且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 我觉得就可以去打个电话 为什么我们今天早上 也花了这一段时间 跟大家再来说说 今天的这个世界预防自杀日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也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报道 自从就是有的 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包括的纽杉在内呢 时不时的都要面对一些 一些我们在过去 所没有想过的一些压力 包括了在这个level 4 level 3这种lockdown 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家庭 收入等等各方面呢 这个家庭的问题呢 就突然之间演变的增加了 多了 我们最近也听到呢 就是来自于警方的表示说呢 家庭暴力事件呢 也是频频的在发生啊 那么现在法庭呢 因为这个level 4的原因呢 也不开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它是有限度的这个服务 所以说呢 现在呢 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这种案件呢 也是似乎是堆积如山的 那么这一些呢 可能在背后呢 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一些心理啊 精神等等各方面的这些 额外的压力啊 所以说呢 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 需要寻求帮助的话呢 在这里提醒大家 在纽西兰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机构啊 包括了妇女啊 在这方面 是不是应该可以获得庇护啊 等等 这些资源等等呢 其实在纽西兰都有的 好好的去利用 如果需要的话 真的是 不要去躊躇 或者是不要去忧郁啊 还有其实9月10号 如果在中国的话 今天是教师节 是吗 中国的教师节 那新加坡也是啊 新加坡也是9月10号 是 我记得 可是 在 我不知道在西方国家 有没有这个所谓的 教授队 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呢 所谓的教授队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一天 学生不用上课 对对对 老师在学校呢 处理各种各样的这个 可是我们这一个 在亚洲吧 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 当时我小时候 在新加坡的时候呢 教师节呢 就是我们全班的这个同学 准备蛋糕啊 帮老师一起庆祝 是不是啊 都有 就是尊师重道 我们还会怎么开大会啊 表彰老师啊 是 我们还要上台唱歌呢 OK 好 7点42分 那么接着下来 很快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说这个天气之前 我插播一条新闻 你说 今天早上 如果你是这个 稍等我一下 我把那条新闻给调出来 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个银行 应该是哪一个银行来着 昨天ANZ是吗 我现在就是忘了是哪个 ANZ 昨天是ANZ 那就是还是ANZ 第三次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又进不去了 OK 我就忘了是ANZ还是BNZ 我刚才看的那条新闻说的 又进不去了 那么当然是对这些ANZ的 这些用户们呢 会造成影响 不过呢 ANZ很有钱了 是ANZ 是不是应该ANZ 那么估计呢 应该呢 很快的就是应该寻找 这个专家的怎么去解决 他们这个 平平的一连三天的 这个受到这些网络攻击 这方面的这个事件的影响 OK 好 天气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 整体上的奥克兰的天气呢 还是不好的 今天会刮风下雨 在这先提醒大家 温度方面的最高温18度 最低温10度 那么这个周末呢 目前看起来呢 还算是不错的 星期六呢 会有零星的震雨 星期天的是多云 那么下周一呢 还是会有震雨的 那么一个天气 不过呢 也有部分时间呢 将会是转情的 那么 说的是奥克兰啊 那么在温度方面的 最高温是介乎在 16到18度之间 最低温是介乎在 9到12度之间 下周二呢 将会是再度的 恢复一个下雨天 但是下个星期三 星期四呢 根据气象局的预测呢 都会是迎来一个 好的天气 我们来看看呢 奥克兰今天的潮水的 满潮时间呢 会是在今天早上的 9点40分 那么另外一次呢 要到今天晚上的 9点58分呢 南北两岛 今天整体上的天气 如果大家在电视上 看到的这幅图呢 都应该呢 就是不难去理解了 南北两岛的今天 大部分的地区呢 都会处在一个 刮风下雨的 那么一个状态 除了少部分的 北岛的东海岸地区 其中包括了 Tauranga 包括了Guspen Napier 以及南岛的Quinstal 是有可能会出现 零星阵雨 或者是多云之外的 其他的地区的天气 都不好 OK 好 那么 7点45分 要不我们先进一段 沙特好介绍吧 回来之后呢 就带给大家 国际方面的信息 时间是早上的 7点48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牛西兰 中秋佳节 即将到来 那么如果大家 买月饼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好介绍 那就是 荣华月饼 非常的老字号了 那么香港制造 清香嫩滑 荣华月饼 各大华人超市 均有待受的 好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带给大家 认识国际方面的信息 首先还是来说疫苗 现在全球都在呼吁疫苗 那么世卫呢 也是呼吁各国 要避免在年底之前 为民众去接种 新冠疫苗的加强剂 致全球 有数以万剂的民众 仍未接种首剂疫苗 总干事谭德塞说 在全球已经接种的 55亿剂疫苗当中 大约八成都用在了 中高收入国家 他一个月前就呼吁全球 至少在本月底前 暂停接种加强剂 以解决富有与贫穷国家之间的 疫苗分配不公问题 但情况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高收入国家曾经承诺 向贫穷国家捐赠出 超过10亿剂的疫苗 但至今只交付了不足一成半 那么世卫呢 早前也是设下目标 期望每个国家到年底 有至少四成人口接种疫苗 谭德塞表示 低收入国家已经准备好 有效分发疫苗 现实只是等待药厂 以及富裕国家遵守承诺 要求富裕国家 不要在空谈 加速行动 分享疫苗 我每次念完这个 我都觉得有什么用 还是要呼吁了 没办法 好 另外我们来看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四项的方式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表示 今年是金砖国家的合作15周年 五国已经是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金砖国家要推动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全球团结抗疫 也要推动开放 创新 增长 推动共同的发展 习近平提到 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0亿剂的疫苗和原液 将会努力的在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的疫苗 他又宣布中国年内将会在一项发展中国家无偿的捐赠1亿剂的疫苗 习近平说 中国明年将会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 中方期待与金砖伙伴全面深化合作 构建更加紧密和更加务实的伙伴关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局势 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宏扎达 是在临时政府组建之后发表声明 提到阿富汗的领土不会被用来危害任何国家的安全 未来国家治理等等事物会受到伊斯兰教法的管理 新政府是不希望与任何人为敌 将尊重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和要求 并且是吸纳所有人的优势来重建国家 代理总理哈桑是接受传媒访问时说 阿富汗曾经遭受严重损失 但流血牺牲的时代已经结束 呼吁原政府官员返回岗位继续为国家效力 并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至于出走的前总统加尼则表示 自己欠人民一个解释向他们道歉 但认为离开喀布尔是唯一可以拯救民众的方法 一会儿在整点新闻会有相关他道歉的信息再跟大家分享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及东北部的巴达赫上省 由妇女走上街头 抗议塔利班组建全南班的临时政府 据报由示威者遭到了殴打 那么也有记者因为报道示威的活动而被拘捕以及殴打的 塔利班在教导之前说为了避免滋扰和安全 所有的人必须在游行之前24小时是递交申请 也不应该使用辱骂性的词语 那么另外呢 由塔利班的高层成员表明了 不会容许阿富汗女性参加体育活动 包括了打板球 只体育运动是对女性不重要的 女性也没有必要是打板球 因为她们可能会在比赛期间呢露出了面部以及身体 伊斯兰教师不容许女性这么做法的 加上在媒体时代呢 会有照片和影片是被别人看到 这就是来了 渐渐的就来了 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其他方面来看一下英国 英国国会下议院是以319票赞成248票反对 通过了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加税计划 为政府呢将会更多资金投入到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 扫除了障碍 按照计划工人和雇主支付的国民保险工资税 以及股息税的税率分别会上调1.25% 预计呢每年可以为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筹集120亿英镑 约翰逊的计划被指违反不加税的竞选承诺 并引起了部分执政保守党人士的批评 也有声音是认为呢约翰逊太迟才推出计划的完整细节 约翰逊则是强调计划可以解决需要受助人士 所面对的灾难性成本 六年之前造成的130人死亡的法国巴黎连环恐怖袭击案开审了 那么唯一的生还的施息者呢 他的名字叫做萨拉姆 他承认呢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士兵 又向法院投诉呢 被告好像狗一样是被对待的 那么这一次的审讯呢 原告呢是多达1800人 调查的文件呢 后达53米20名的被告当中呢 有14人会出庭受审 部分的恐怖袭击的幸存者 遇难者的家属 以及法国时任总统奥朗德等等的证人呢 也将会出庭做工 整个审讯过程的预料将会长达9个月的 有遇难者家属说呢 希望透过审讯了解更多袭击的细节 那么法国总理呢 卡斯泰就说呢 审讯会为受害者 以及他们的家人伸张正义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是宣布 由于朝鲜没有派对参加东京奥运 国际奥委会将暂停朝鲜奥委会的资格 至2022年底 意味着朝鲜将无援北京冬季奥运会 巴赫就表示 朝鲜奥委会单方面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 违反了奥运匹克的宪章 虽然国际奥委会已经长时间与朝鲜方面接触 并提供了包括疫苗在内的解决方案 但他们仍然拒绝国际奥委会所有有关防疫的建议 因此国际奥委会做出相关决定 但如果有任何朝鲜运动员和资格参加北京冬奥 国际奥委会将事实做出合适的决定 就像那个俄罗斯 然后最后不是俄罗斯了 变成一个其他的什么 他说的一个是用另外一个名字 对 用另外一个名字 我一下子也想起来了 朝鲜会不会也这样 变成什么样子 不知道 这方面还是要他们之间来协调一下 另外呢 今天早上带给大家最后一辙的国际新闻 是来自于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 在接受执政民主人民力量党提名之下呢 是为下一届的副总统候选人 杜特尔特感谢党的信任支持和提名 只竞选副总统的是出于对国家的爱 希望现届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呢 能够得以延续 至于杜特尔特的前助手参议院的 参议员克里斯托弗伍呢 就拒绝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表示希望党优先考虑 其他对总统职位有兴趣的人选 杜特尔特2016年是当选总统 根据宪法呢 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 菲律宾将会在明年的5月份呢 是举行大选 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的 那么大家如果在电视上所看到的 杜特尔特呢 他的这一个手势 虽然是所谓的不养 不过我们大家了解呢 菲律宾的这个杜特尔特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在当时呢 这个展示他的宗旨的时候呢 是主要呢 这一幅照片呢 是他是针对了欧盟 欧盟的一些国家呢 就是指责了菲律宾呢 就是说 违反人权 违反人权 擅自的这个处置这些 尤其是毒贩 那么杜特尔特呢 对此呢 是非常的恼火 爆出 而且呢 做出了这个不养的手势 他对这个 就是菲律宾的那个毒品方面 也是真的够狠的 有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确实如此的 不过有一些反对他人士认为呢 他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呢 来铲除呢 异己 异己 是 所以说呢 这方面颇具有争议性的 但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OK 好 7点57分 我们先进一段商财好介绍 然后带给大家8点整点新闻 回来之后呢 再把更多的信息带给大家 是 我看到有些朋友呢 已经是在蠢蠢欲动 有一些呢 甚至在level 4的这个期间呢 没事嘛 在家里学着 自己做月饼 学着怎么做 我可以吃 但是不容易 有没有人给 你这么一说了 告诉你 搞不好呢 下个星期一呢 没有没有 开玩笑 OK 我要吃榴莲夜饼 不要看 OK 荣华月饼 在这里先告诉大家了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911 911 20周年 在之前的几个星期呢 我们在国际新闻里面呢 阿富汗的这个信息不断 包括这个塔利班呢 就是一步一步的 而且呢 是超乎了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预计 以最快的速度呢 基本上是掌控了整个阿富汗 除了一个少部分的地区之外呢 大部分的地区呢 都已经是落入了阿富汗呢 这个掌控之中 那么当然呢 他们接着下来 要走的路呢 还是非常的漫长 那么除了他们要搞定 他们阿富汗内部 塔利班内部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派系等等呢 那么当然呢 还要尽量的希望呢 能够证明给 这个其他的国家看 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阿富汗呢 跟过去的阿富汗 会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那到底这些区别是什么呢 我们一步步 拭目以待吧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在过去的 这一个几个星期 在说到这个阿富汗的时候呢 做到这个美军撤离啊 西方的这些 很多的这些外交人员撤离等等呢 我们常常就听到呢 就是说20年 20年 那么这个20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呢 如果我们回顾到 这个20年前的 这个9月11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塔利班啊 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战争呢 的一些由来 那么明天9月11号 2021年刚好呢 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呢 就是发生了之后的20周年了 这个真的是 在911发生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孩 真的是小孩 我那时候也是刚刚出道吧 可以说刚刚出道吧 就是说 你已经出道20多年了是吗 是 老艺人了 老艺术家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那时候确实是刚刚出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那时候对我有没有印象 不得而知 不过我911事件呢 对对我的这个印象呢 我给我的这个印象 是非常的深刻 真的是非常深刻 这个故事呢 说来话长 我们就就不在这个节目上 去跟大家来分享了 不过呢 你讲讲呗 反正要星期五了嘛 没有 那时候就是从早上 我怎么突然之间听到 有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怎么样呢 当时候呢 我是在另外一个电台 我是负责的 就是早上用粤语 以及普通话呢 来播报新闻的 当时候呢 的主持人是郑陈美老师 当时候我是做一个兼职 一个part time 那么也得很早起来 那么我家里 我自己卧室里面呢 那个时候还是小鲜肉主持人 没有 没那么鲜肉了 那个 那时候呢 就是我家里的 我的这个闹钟呢 是我的收音机 把它调整呢 就是每天 就是五点钟的时候呢 就是收音机呢 自动就会广播了 那时候把我给吵醒了 我记得在这个 二十年前的 九月十一号呢 当天呢 就是早上 突然这五点钟呢 就是这个收音机 就开始开播了吧 开播了 我就听到呢 当时候呢 这一个电台的 节目主持人 Paul Holmes 他也是在这个 New South ZB Paul Holmes 大家可能对他不陌生了 当时候他就已经是 在开始了 开播了 我就觉得 那时候迷迷糊糊之间呢 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不是六点钟开播了 因为他的节目 一般来说是六点钟嘛 怎么五点钟 他就已经听到 他的声音了 然后我就在 他的话语之间呢 就不断地听到呢 有关这个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的事情 那我就 就把我马上就 就就 就醒了 你知道吗 马上我就打开电视 我房间里面的电视 一看 哎呦乖乖不得了 当时候呢 第一座的这一个 世贸大楼呢 已经是被撞击了 然后呢 就是看到呢 就是 有人呢 马上就已经是 转播了现场的 就是看到第二架飞机呢 正朝着这个 世贸大楼 这个方向呢 去冲击 整件事情 那么接着下来 那就不用说了 之前一晚所准备的 所有的新闻呢 全部都割下了 那个时候 我反正我的印象 因为我们 我代表了 我这一代人啊 就是 因为我们小 所以是去了学校之后 当时对于什么 恐怖袭击 对于 都没有概念 然后就听到说 死了很多很多人 我当时还有一个 我记得啊 我当时小小孩的时候 心里还在那想说 哎呀 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会死很多人 每一天都会有这种 战争啊 什么发生 为什么美国死了 这么多人 就要这么报道 就当时还不懂嘛 后来知道说 这个事情的始末 才原来 哦 是这样 那么当然 如果大家啊 这个想去进一步的了解 尤其是这些年轻人啊 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呢 这个911恐怖袭击事件 当时候的发生的 这一个 由来啊 以及呢 之后啊 所引发的一连串的 这一些影响呢 在网上的这些信息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看电影都可以了 是 那么这一个 911恐怖袭击事件呢 是2001年了 2001年的9月11号 当时候呢 发生在美国本土的 一系列的这个 自杀式的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 据说呢 是阿盖达组织呢 是承认了发动这一次的这个袭击 那么当天早晨呢 是有19名的这个基地恐怖组织的 这些分子呢 是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 那么劫持者呢 将两架的飞机呢 是分别撞向的 这一个纽约的 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 双塔大楼 那么造成了飞机上的所有人呢 合在建筑物之中呢 许多人的这个死亡 那么两座的建筑呢 是都是在两个小时之内呢 是分别一前后的倒塌 那么另外呢 就是第三架了 第三架大家也知道 就是撞向了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 这个五角大楼 那么也是在截击者 要准备控制第四架飞机 要飞往华盛顿特区的时候呢 部分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是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 最终第四架飞机呢 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的 四架飞机上呢 是均无人生还 是 那么世贸的这个现场之中呢 包括了截击者 截击者在内呢 总共呢 说计算出来的 这个死亡或者是失踪的人数呢 是多达2749人 那么绝大多数的伤亡者呢 都是平民 那么其中有87个 不同的国家的公民 911事件之中呢 整体上的死亡或者失踪的总人数 那么根据统计呢 至少应该是有2996人的 这个比这个 这一个珍珠港事件之中的 2403人的这个死亡人数呢 是多了593人的 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作为对这一次恐怖袭击的回应呢 美国是发动了反恐战争 进攻阿富汗 以消灭呢 常立在 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基地组织 也就是阿盖达 恐怖分子 的这一个塔利班 那么并且呢 美国方面呢 也是通过一连串的 一不同的一些法案 其中包括了一些 这个美国爱国者法案 那么其他的国家呢 也当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呢 而加强了反恐立法 并且扩大的这个执法权 那么在今时今日呢 在事件过去的20周年呢 今时今日呢 我们看到其实最明显的 很多的一些出行者呢 立马就应该可以想到 就是因为911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了整个航空业 的这个安保方面 是变相的加强了好多 变相的加强 怎么说变相的加强呢 除了我们所知道的 现在你上飞机啊 有什么可以带 什么不可以带之外呢 甚至是在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呢 你连飞机上的 这个飞机餐上面的这一些 刀刀叉叉 都改为塑料制的 对 而且我 记得吗 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 我以前我不知道 之前呢不是 之前呢是那些 我们一般用的这些 这个什么不锈钢啊 这个勺子啊 或者是叉嘛刀嘛 对不对 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呢 改为塑料了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 就是那个时机 不是不透露年龄啊 我那之前应该没有坐过飞机 我觉得 就是我坐过 我可能也没有啥印象 所有的这些什么安检啊 等等呢 其实近日近日 我们所通过的这些安检呢 包括了在这个护照上的 这个我们就是所谓的 这个芯片啊等等呢 都是跟当年的这个911事件呢 发生之后呢 在航空的这一个保安检查方面呢 就延续的发展出来的 当当当当时是这么一回事啊 那么之后呢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那如果大家呢 真的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 就是可以上网去查一查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必须要知道的 OK 好 我去过就是他后来的这个 世贸大楼 做了两个类似于像坑的这种 我有去看 其实在这个世贸大楼 被撞飞机撞击之前呢 其实呢 也已经呢 是发生了好几起呢 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在美国 有 是不是有一个是金融大厦 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整个这一个 自杀式的这个汽车炸弹 撞向这个停车场等等的 所以说呢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维基解密呢 维基百科啊 不是维基解密 上面是说到 是一系列的这个恐怖袭击 那么当中呢 这个是算是一个最严重 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OK 好 时间过得真正 是 明天啊 明天就是这一个20周年的 那么在这里呢 今天早上花一定的时间 跟大家稍微的分享 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一些照片 我今天早上呢 在这一个网上看到太多的照片 太多令人心酸的一些照片 也不在这边细说了 8点21分 我们要不先进一段商调介绍 回来之后呢 就开始带给大家 纽西安方面的其他信息 买房卖房就要找最有实力的中介 Catherine小李多年来专注北岸 成绩证明实力 她专业热情的服务 让您过程开心 结果满意 您的信任是我最大的动力 买房卖房就要找小李 Aotearoa New Zealand It's your time to get vaccinated Everyone aged 12 and over can now book a free COVID-19 vaccination Vaccinations ar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ools against the virus Play your part in protecting everyone in New Zealand and help give us more options in the future Book yours today at bookmyvaccine.nz 有些电视机前的观众 可能会记得我叫小乐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朋友还有一些客户 可能更多是用我的英文名字 叫做Angel 在这么多年 在电视电台的工作当中 更多的呢 之前是透过镜头的方式 可能做记者 可能做主持人 跟大家分享一些 例如说学英文的小技巧 或者是生活当中有用的姿势 那在这几年呢 做销售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我更享受的会是与人与人 面对面的这种交流与沟通 也是透过这份工作 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还有在各行各业 非常厉害的专业人士 还有精英 我发现在媒体工作当中 其实有非常多的工作 都是我非常享受的 我也很喜欢 媒体的各方各面 那也是这个热情 还有热忱 让我可以把我的工作 做到最好 也带给客户一个 最好的体验 电视节目突然没声音 来试试这个方法 打开电视声音选项 切换声道 或使用遥控器 选择切换声道按钮 调试出声音即可 有些电视机前的观众 可能会记得我叫小乐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朋友还有一些客户 可能更多是用我的英文名字 叫做Angel 在这么多年 在电视电台的工作当中 更多的呢 之前是透过镜头的方式 可能做记者 可能做主持人 跟大家分享一些 例如说学英文的小技巧 或者是生活当中 有用的姿势 那在这几年呢 做销售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我更享受的会是 与人与人 面对面的这种交流与沟通 也是透过这份工作 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还有在各行各业 非常厉害的专业人士 还有精英 我发现在媒体工作当中 其实有非常多的工作 都是我非常享受的 我也很喜欢媒体的 各方各面 那也是这个热情 还有热忱 让我可以把我的工作 做到最好 也带给客户一个最好的体验 本田新款Jazz 现已登陆纽细栏 新款Jazz 使用本田最先进的 EHEV混合动力 油电结合 实现最宁静丝滑的动力输出 拥有最新的车内娱乐系统 最好的驾驶视野 灵活多变的魔术座椅 立即致电本田怀宇服务热线 09 890 9018 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5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那么911这个20年 很多的这个信息呢 我估计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想回顾一下 那么刚才我去里面 有朋友还问我 记不记得这个 在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前 两个星期呢 其实这个本拉登 就已经呢 发出了一些信息呢 我说我真的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时间真的是过得 就说到这个记得 刚才我还在问那个 Andrew记不记得自己 第一次坐飞机 是去哪什么时候 我为什么完全不记得 这件事 我记得 是因为我小吗 还是怎么 我就是忽然间 我刚才还在我们一家 我在国内 就是亲属 我们有一个群 我在那群里 还在问我爸妈 就大家记不住 我完全不记得 我第一次坐飞机 是什么时候 我已经告诉小焦了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我第一次坐飞机 是什么时候 我还出生了很久以前 OK好 星期五的早晨 那么接着下来 一连串的这个 纽线方面的新闻 那么今天呢 再稍微时间 会跟大家分享一次 那我认为是 蛮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就是什么 对于一些首次购房者 他们如果买的是一些 新房 新房 或者是买了一些 我们说所谓的这个package 就是土地再加新建房的话 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我觉得这个方面 是再过去 也没听什么人说提起过 原来确实是正在发生 而且受到的这个影响的这些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 这些购房者来说 这个影响还是蛮严重的 好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 就是在昨天 根据这一个 不是世界实时数据库了 是根据我们纽三卫生部 卫生部所发布出来的这个信息 我们看到 就是新增加的 这一个确诊的社区个案 是有13宗的 然后当然都在奥克兰 所以我估计惠林顿 基本上就已经是结束了 那么现在在这13宗当中 有7宗是知道了 怎么样的一个连接途径的 那换句话说 是有6个人需要去调查的 这也使得我们 Unlink的这个总数 或者叫Mystery的Cases的总数 现在是30 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 我在说有一些专家 认为我们降级 不太有望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30个人 那未来会不会更多 你看我举个例子 这个其实也是总理 当天在 就是我们说宣布的时候 他也以这个为例 就是你6个人 如果是找不到来源的 那等于说这6个人 其实就是这一家人当中 第一个被发现的 那他的家人 比如说一家人 是平均5个人的话 那会不会就是变成 有30个病例 那这30个病例 他们要是有人 跟谁接触的话 是不是又会增加 所以这如果是找不到 这个link的话 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麻烦 是 如果找不到link的话 那一般来说 就是要延长 这一个lockdown 让这个时间 让它过去 但是会不会如此的 不得而知 我们看到了 另外一位专家 沙坎推演师 好像他认为 下礼拜年 应该是非常的有望 我们师父以待吧 那么好 那么在昨天 我们看到这个13中 13中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从这个最高峰的 这个80多中 慢慢的逐渐逐渐的减少 到现在呢 昨天我们所听到的13中 那么会到下个星期 变成的这个个位数呢 不得而知 希望是如此吧 那么依旧呢 还是有一些不解之处 当然是没有办法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在住院的人数方面 目前呢 是有31人呢 是因为新冠病毒相关的 这个原因呢 是入住医院 那么在这个入住的 30亿人当中呢 有5人呢 是在ICU的 对 说到这个疫苗 刚才在整点新闻的时候 大家应该也听到了 这个还挺 挺真的是挺能够 证明一些事情的 就是说在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疫情当中的 这88名住院者 当然进进出出 所以累积下来是88个人 只有一个人 是完成两剂疫苗的 而且这个人呢 是刚刚完成 所以理论上 他还在身体当中 没有什么抗体 因此呢 卫生部的关系 就是说给出的结论就是 在目前新西兰 起码这88人当中 是没有一个人 是能够达到免疫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所以这足以证明说 打疫苗的效率 是 我估计呢 打疫苗的这一个重要性呢 已经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些争议了 尤其在华社里面呢 只不过是有些人的 心存疑虑呢 到底是要打 哪一种疫苗而已 那么不过呢 我估计呢 这一个信息呢 已经是非常清楚的 打总比不打来得好 那么当然呢 我们只有辉瑞 是 凡是呢 都是有一些呢 可能会有一些例外 可能会有一些呢 所谓的打完了之后呢 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不过整体上来说呢 可能是超过了99%的 这个疫苗的这些接种者呢 目前呢 都OK 都相当的不错 那么 另外呢 所以说说到这个疫苗接种呢 如果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所知道的到9月8号为止 那么纽西兰呢 在这一个完成两剂 接种的人数呢 占有总体的这个435万 当中的32% 那么另外还有30.4%的人 是打完了第一剂 所以现在呢 一剂都没有打的比例 已经降到40以下了 现在只有37.6%了 所以呢 这个疫苗 还是在逐步的推进当中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稍微地关注一下 就是测试量方面啊 因为在 曾经呢 在过去 本周初的时候呢 纽西兰的卫生部 包括我们卫生部的总干事 Ashley Bonfield呢 就是呼吁大家啊 要尽量地去进行检测 因为他担心呢 这个测试量呢 因为太低 所以说呢 反映不出来 真实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过去两天呢 这个测试量又上去了 七八千了 昨天是奥克兰啊 单单是奥克兰 就8442次的检测 所以这个金金兰真配合 就政府一呼吁 大家就动起来 这个当然是好事 那么现在呢 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location of interest呢 目前所知道是122处 那么这个数字呢 时不时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新的变化当中呢 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在昨天 我们又看到新的一个报道了 这个报道是什么呢 尼多默 尼多默怎么这么倒霉啊 每次都是他 或者是这么一回事吧 可能这个 跟他所处的这个社区 还是有点关系的 还有位置是有关系的 虽然不是说 要针对任何的一个族群 但是我觉得呢 跟这个医院 跟所处的这个社区 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就是说如果说 我们说过去 包括呢 就是说在上个星期 当我们呢 面对每一天呢 七八十中的这一个 确诊个案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呢 这个住院的人数 比较多的时候呢 Middlemore这家医院呢 都是接收住院人数 算是最多的一家医院 跟其他的什么奥克兰医院 或者是北安医院 相比较起来 Middlemore呢 还算是一个最 那么我估计呢 他们在各方面的这个资源 应对这个确诊者的这方面 治疗确诊者方面呢 可能也是比较的充沛 经验也比较的充足 但是前两天跟大家说了 就是说在上周六 不是有一个人呢 急诊进入医院 后来出现的这个状况吗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so far so good 跟他同房的这几位呢 好像他们的这一个 测试结果出来都是阴性 那本来以为呢 大家应该可以放心 怎么知道昨天呢 又有另外一则新闻爆出来 原来在上个星期四 又有一个人 你知道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它标题写的是 就是one more patient in middlemore hospital 被检测出了阳性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标题 我还在想说 是不是跟那一名 有在同一个病房的人中招了 或者怎么样 结果不是 原来是完全是 另外一个独立的事件 这次是一个女性 在上个星期四 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她是自己到这一个 这个急诊部去求救 后来我就觉得蛮奇怪 她又好像没什么事情了 她又选择走了 但是有一个程序是什么的 这些到到达医院的这些人士 都必须要填张表格 就表示说自己身体 有没有一些状况啊 有没有去过这些 location of interest啊 等等 有没有症状啊 那么当时呢 根据她这一位女士 她所填的这表格呢 所有东西呢 都是没有的 都是OK的 那么因此呢 在她离开之前呢 那么在医院的 这个医护人员呢 还是给她一个offer 就是说呢 要不要去进行一个 就是说鼻腔检测 她也同意了 同意进行完 这个鼻腔检测之后呢 但是呢 并没有强制的 要留她下来 等待这个车事结果出来 因为她身体状况呢 也不是什么 虽然她去了急诊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没有跟这一个 新冠疫情方面的 这些症状 而且就不仅仅是没有新冠 就是她本来去入院的 或者是去急诊的 她说的那个症状 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强烈 然后她自己呢 就决定说就出院了 所以医生医院就说 那你走吧 那么这个检测器 报告还没出来之前呢 她就选择呢 也可以离开 那么医院方面 也不能够强留她 那么就让她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呢 突然间发现呢 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了 原来她是阳性的 现在呢 新闻当中也没说 当时她到底是 因为什么身体原因 去的急诊 只是说呢 是跟新冠没有任何关系的 然后她自己也说 是没有去过 Location of Interest 也没有任何症状 等等等等 所以呢 最后就让她走 然后但是现在是说 她说她在急诊当中呢 大概是待了两个小时 接触到的这些人呢 有一些病人 说是现在 卫生部的一个评估 说是风险很低 至于什么原因啊 不知道 但是是说呢 政府已经都跟这些人联系了 跟他们会要求他们 再回来做个检测 是 而且呢 这一名人士呢 他现在呢 也已经是被隔离了 找到了他 那么至于呢 他在离开了Middlemore之后呢 他到过一些什么地方呢 还有待确定 那么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大家也要回顾一下 就是上个星期六的那一位人士呢 他之所以呢 在这个Middlemore Hospital呢 他待的那一段时间呢 已经是导致了29名的 这个医护人员呢 必须要进行14天的 这个自主隔离 那么又来了另外一单 那么这一单人士呢 会不会也因此呢 造成了一些 有跟他接触的 这些医护人员 也必须要进行自主隔离 那现在没有报道 如果是的话呢 那Middlemore呢 这个其他的 这些工作人员的压力 就太大了 但你说这种事情 也是怎么避免 你总不能每一个 去急诊的人 都给他单独隔离吧 我觉得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 还是必须要更加的严谨慎重 毕竟是医院 还有别于其他的一些 公众场合 我们知道 就是说 如果你去进行检测 你自己本身 没有任何的一些症状 就好比现在呢 必须要跨境 工作的一些 Essential Worker 或者是 货车司机 他们在检测完了之后呢 他们是不需要等待 这个结果出来 他们照样可以进行 他们的 这个日常的工作 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就是说 这些人是没有症状的 是不是 那么同样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也能够放到 这个医院上呢 是不是医院方面呢 反而是要更加的 严格一点点呢 现在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地方医院 去进行了解 大家如果去个医院都知道 那个医地 就是我们说的急诊 是一天得有多少人 来来回回 是啦 你要每一个人都单独隔离 这也不太现实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一个专门 是为新冠疫情 而设置的医院 就是一定要跟其他的 所有病患混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医院的话 这种事情好像就很难 完全避免 除非你就是比如说 你在新西兰 众多的医院当中 你专门有一个门诊 或者有一个地方 就是跟新冠有关的 其他的疾病 再去其他的地方 可能还背不住 有这种避免的可能性 即使是这样 你想象这个人 他就觉得他自己没有 他也没有症状 他也没有去过 location of interest 那他去正常的医院 去就诊 怎么办呢 是啦 那么当然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要解决的话 当然可以 比方说你在Middlemore 附近有没有一些motel 把它给租下来 有差不多五个房间 专门供这一些 到Middlemore的这些急诊人士 当你检测完了之后 你必须要到这些房间 去等待 差不多几个小时 等这个结果出来了 没事的话 你才重新返回 这个Middlemore hospital 该干嘛干嘛呢 当然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能不能够去这么做呢 那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好 8点38分 我们先进一段商贷好聊聊 回来之后呢 带给大家财经方面的信息 香港制作的荣华月饼 各大华人超市呢 都有待收 好 接着下来 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昨天有好消息爆来了 总体这些呢 不是 你看看 你放一张 Flamingo的我就算了 你中间放个007 是有什么 不告诉你为什么 大家先看看这个电视 这个新闻是这样 这新闻呢 总体这些呢 对呢 所以他宣布了 这好消息 是要由他来宣布的 对不对 对 就是说呢 他跟西班牙 购买了25万剂的 灰热疫苗 而且呢 在昨天呢 在这个早上的 这个凌晨1点钟呢 就已经呢 这个航班呢 就起飞了 今天早上就应该 现在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是抵达了 25万剂 那么大家听到 25万剂呢 好像不是太多 不过不要忘记呢 这个25万剂 包括还有另外一批 额外的啊 他们有透露的这个信息 总共有两批 是向两个 不同的国家购买的 那么昨天先透露的是 西班牙 25万剂 这个是用来补的 对 OK 因为9月份 我们还会有 180万头辉瑞 就按计划运来 就是说 如果没有买额外的 紧不紧张 当然是比较紧张 但是如果有了额外的话呢 那就是缓解了 这一个紧张啊 那么这个 大范围的这个接种呢 还是能够照常的进行 那么在这里 先跟大家说说 就是今天早上 听到的新信息呢 是从这个 9月中旬开始呢 一直到10月初呢 在奥克兰有两个 在威灵顿有另外一个 都是属于大型的 疫苗接种的 这个项目 会推出 确切的时间跟地点呢 还有待确认 我知道有一个是 在机场附近的 我估计可能 就类似于像上次 对 Tuck and Ride的这种 是 主要还是比较针对的 就是说太平洋岛义的 或者毛利益的 那么当然是不是 其他的工作也能够接种 那么当然要推出 这样子种大型接种计划呢 要确保首先的这个疫苗 确实是有这个供应量的 对不对 那么在昨天我们听到了 这个星期25万剂 来自西班牙 总理就现在 但是怎么解释 为什么西班牙呢 因为他跟西班牙 这个领导人的 关系还不错 是 一方面是关系不错 而且呢 他说呢 当然除了这个关系之外呢 最主要还是考虑到 这个疫苗呢 我们辉瑞疫苗呢 它有很多 好几个不同的 这个生产地的 那么他考虑到的 就是西班牙 来自于 来自于西班牙的 这个产地 还有其他方面的 这个有关部门的 一些考量 那么最终呢 决定 这25万剂 那么 为什么 说到 放这个照片呢 那首先 那我们看看 我觉得这张照片的 这个 Flamingo 西班牙的这个 Flamingo 这个世界文明 我觉得是非常美的 所以说 把这张照片 跟大家分享 对 你说我今天早上 看到这张照片 我想是跟疫苗 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 我就是说西班牙嘛 代表了西班牙 你没看到上面 那个西班牙国旗吗 代表西班牙多了 你非要选择 另外 上面那个帅哥 是西班牙的首相 或者是总理 桑切斯 对 他下面那个 007那个是谁呢 Sean Connery 他是西班牙人 不是 但是你不发现 他们两个人 长得很像吗 之所以 为什么 你如果上 上网找一下 但是西班牙手上 很多人都是 不是评论他的 这个业绩如何 是说他长得帅 但是我发现了 下面这位 007的过去 大家对他的老牌演员 不用说了 Sean Connery 你不觉得 这两个人 长得很像吗 这个你知道 这幅图 体现了什么事情吗 就是你在下午 做新闻的时候 都在干什么 就是你看到 这段西班牙之后 在做图片的时候 诶 看看Flamingo吧 先跟大家说 这个Flamingo 这张照片 是我昨天准备的 但是呢 桑切斯 以及他上面的 这个Sean Connery 是今天早上 六点钟 我才加进去了 那你六点钟 都在干什么 007的 007的这一个照片 是我在早上 在节目开始之前 七点钟加进去 我觉得呢 他们能长相 长得真的是很像 你知道这个 反正星期五 可以跟大家 稍微轻松一点 你知道中国 现在也流行一句话 就是说 为什么晚上的时候 大家躺在床上刷手机 能刷很久 就是你的这一套脑回路 就本来看到的是 这个疫苗的新闻 然后想起了Flamingo 想起了Flamingo 又去查了查 他的总理 查完总理之后 又去看了看007 你知道这就没完了 这条路就会抑制 所以你就不睡觉 你这个 你不要怪我 跟大家说一个 不知道的事情 我为什么呢 将这个西班牙的 这个首相 那桑切斯呢 这照片放在那边 然后下面放的 这个James Bond 007 这个Sean Connery 那么当然 Sean Connery 现在年纪大了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 而且呢 他也是拍 他跟这个Roger Moore 大家不知道 记不记得知道 Roger Moore是谁 Roger Moore跟Sean Connery 这两个人 都是担任了007 这个电影 最久的 这个 很久 但这个代表性 我估计很多的朋友 一看到这个Sean Connery 或者Roger Moore 都知道了 Sean Connery 现在也是年纪很大了 我知为什么 把他们两个人 放在一起呢 首先我觉得 这两个人 这个长相很像 没有 并没有 你不觉得很像吗 再有时 为什么把他 长得很像 因为在之前 前一两天 小小曾经 给我看过 一个孩子的照片 说呢 这个孩子的照片 跟他长得很像 那是不是很像 我告诉你说为什么 就是说 突然想到了 我觉得 这一个西班牙 这个首相 他的样子 很像一个人 谁 我就想起来 Sean Connery 我不知道大家 觉得不觉得像 我是觉得 有点像 但是就是说到 这个像 真的是 那个是我朋友 发给他 还不是说在网上 是真实的 就是朋友的女儿 就跟我特别像 然后就觉得 没有血缘 怎么会 所以人有相似之处 OK 不知道为什么 说到这 好 这25万剂 这25万剂 要花多少钱 不得而知 但是呢 在过去 我们所理解的 其实辉瑞疫苗 其实不算是很贵 好像是最贵的 这一个新冠的疫苗 好像是莫德纳 那么25万剂呢 估计也可能几十万吧 我不知道到不到100万 纽币我们来算 那么总理者 就表示说 还有另外一批 他没有说 这个另外一批 是从哪一个国家 也没说多少剂 也没有说多少剂 但是他说的是 另外一批更大的 对 他说比25万会多 然后呢 完了这两批之后呢 就是10月份 我们所非常期待的 那个几百万剂了 数据好像有400多万剂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知道 至少有两个国家 是已经呢 应该是愿意 为纽西兰提供 这个额外的 这个疫苗 那么里面的一些条件 到底是交换呢 是借呢 还是直接的采购呢 不得而知 没有透露这方面的一些细节 但是好像很多 就是大部分人 都没有猜到是西班牙 就我们当时 还在猜什么加拿大呀 有什么的 我估计呢 另外一批可能 真的是从加拿大 我们的总体 叫辛达登 海外朋友多嘛 还有法国 而且帅哥的朋友 也挺多的 我就这么说了 没有任何特别的意思 法国 加拿大 西班牙 这都是帅哥的 法国 马克龙 也就算了吧 你起码也是年轻的 对吧 然后加拿大 那就更不用说了 西班牙这个也很 很巧 OK 好 这个莫里生不够帅 不然的话呢 莫里生能够借到了450万 把他 跟他借100万 过来也行 好 另外呢 总体指示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还是在不断地鼓励 他说疫苗方面 这供应呢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是政府会想办法 总之呢 是找到足够的 他还是在不断地 敦出大家呢 怎么了 你叫我念这个短心 你说 0000的朋友说 康纳利 摩尔 布鲁斯南 安德鲁 都很帅 是吗 OK 好 那么 56分呢 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我们 总体指示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到目前为止 40岁以上的 纽西安的这些核资格 接种疫苗的人数 至少呢 已经有77%呢 是一剂了 12岁以上的 有64% 然后呢 有89%的 65岁以上的人士呢 已经是完成了 两剂的这个接种 好像是一剂 65岁以上 一剂的这个接种 一剂的这个业重 当然了 这个就是第一剂打完了 大部分人应该就等第二剂了嘛 所以说呢 这个比例上来说 我们新西兰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同时呢 总理也说了 说他有信心 在今年年底之前 让新西兰的这个 所谓的注射率 或者是愿意去注射的人数呢 或者比例要在全球领先 这是他自己说的 是了 我们看看 等纽西安完成这个两剂之后呢 其实可能估计呢 有部分的国家呢 已经是在推广 这个第三剂的这个接种 听说以色列呢 现在是第四剂 好像是如此 OK 那总体这些呢 最后是说到 接种疫苗呢 不单单只是为了你自己 还是为了你身边的人 或者是其他人 因为为什么呢 还是到目前为止 有些人是不适合 或者是不符合 这个条件去接种疫苗的 那么因此呢 自己本身 如果你是接种了 你保护的 不单单只是你自己 还保护了其他的人 其实最主要的 说的就是孩子 他说在这一轮的疫情当中 其实已经有 121名确诊者 是9岁以下的儿童 所以他就说呢 他说比如说做父母的 或者说你做亲戚 打了疫苗之后 其实也是在保护你的孩子 是 OK 早上8点58分 我们进一段商调好介绍 然后带给大家呢 是9点的整点新闻 回来之后呢 还有很多的 对 比方还没有跟大家说 今天早上奥克兰大学的 那个建模的教授嘛 双手 双手 他的预测 说我们下周 到底能不能降级 一会儿告诉大家 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12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玩纽西兰 那么接着下来是 有话慢慢说 我们的电话是 095712936 短信平台0212010998 香港制造的荣华月饼 中秋即将到来 那么香港制造 清香嫩滑荣华月饼呢 纽西兰的这个 各大华人超市呢 都有代收的 OK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 这个 Sean Connery 我太太也发来了一个短信说 他已经离世 好长一段时间了 也没有特别长 我还说到 去年的这一个 10月31号 到现在为止差不多 快要差不多10个月吧 10个多月了 我就想说 我忘记了 那我找回去呢 就是去年 去年呢 咱们在早上节目的时候呢 原来呢 我已经是告诉了大家 大家如果看看 这个就是去年 11月2号 星期一 跟大家所分享的 这个国际方面的 这个新闻的图片 在这个右下角 就是这个Sean Connery 就是 他老了 他年龄大了之后 也那么帅 我就是说 他真的很帅 他真的是 他在不同的年龄上 我就觉得 我甚至是觉得 他年龄大 他所主演的好几部电影呢 比他年轻的时候 担任这个007的时候呢 更帅的 他每个年龄段 都有他不同年龄段的 那个帅 他有他的这一个魅力 你看看他的 他也没有说追求 一定要什么 保持年轻啊 或者怎么样 对 不一样的帅 大家在这个右下角 所看到的这张黑白照片呢 就是这个Sean Connery 他是在去年的 10月31号呢 是逝世的 OK 好 所以说马上就找回去了 原来呢 自己说过 自己说过 我都忘记了 那刚才呢 在这个就是上一节节目 之前跟大家预告了 说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奥克兰的这一名建模师 叫Sean Handy 他呢 所做的一个预测 他是在今天早上 接受TVNZ的早上的 这个breakfast 那个节目的时候说的 他的原话 用的就是 Certainly possible 认为呢 明下个星期的早期的时候 明确的有可能 对 他是比较有把握的可能 下个星期早些时候 会降到level3 这是他的原话 而且他也说了 他说其实作为建模师 他自己都很意外 我们新西兰这一次 可能真的有可能 在几个星期之内 就把病毒再次消灭了 按照他的就是建模 所分析出来的一些数据 他说他自己都没想到 他身边的很多的 类似的专家也都没想到 我们当然也希望 真的是如此 因为为什么呢 特别爽的 就是打了莫里生的一巴掌 OK 好 打脸 真的是打脸 是啊 不是吗 他在教授之前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看看纽西兰 你看看现在他们又要疫情 你看看他们 OK 我们是希望如此 我们不自满 OK 保持着一个谨慎谦虚的心态 希望呢 我们真的是迎接了 就是说这一轮疫情 能够安稳地度过 你说政府会不会 因为我们要是这样的话 也是从星期三早上开始 他会不会说 那我们就再延长两天 可能也会 其实我并不介意 就是即便是再延长 做两天三天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一次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次我们所面对的 确确实实是 Delta病毒 对 而且是我们 在过去的一年 从来没有应对过 Delta病毒的 那么这一次 出来这个Delta病毒之后呢 那么一定是给 有关部门 各方面 包括了一些专家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昨天大家早上呢 有听到呢 我们在这一个 通过这个视频连线 这个奥克兰的 这个病毒 这个博士 这个葛毅 他所说的 这个病毒是在不断地变 不断地变 它是持续地在变 它不会说变到哪一天 都就不变了 那么在经过这一次的 这一个Delta变种病毒之后 有限这个国家的应对 采取的各项的 这个机制等等 鼓励民众们去接种疫苗 那么在未来 如果还有 类似的这个情况 出现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做好 更好的一些准备 也不一定 至少在疫苗的供应等等 我们是不是 要做一个长期的 一个采购的一个计划 跟更多的国家 来进行这个 相互的这个 会上的这个帮忙 有时候我们需要 有时候是别的国家需要 是不是 我们总不能够说 我们需要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借给我 但你需要的时候 我就不借给你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不是单方面的 所以说 这次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 好 我们在说其他新闻之前 我先把这一波短期念 然后我们一会就 跟大家来换话题了 然后5145的朋友是说 在砸货店上班 为了安全起见 我就想去测试一下 打电话预约 他竟然跟我说 你没有去过那些危险的地方 也没有症状 就不要检测了 把这个机会 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整体上这个还是不变的 对 然后接着呢 是有这个 2968的朋友说 医院可以对每一个病人和家属 做15分钟出结果的 叫antibody test 说到这件事情呢 今天早上我听到一条新闻 是说现在新西兰这边有一家公司 就正在研究这种antibody test 就是叫抗体测试 或者是另外一个 就是国家党党魁呢 Judy F. Collins 他所说的antigen antigen rapid test 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 但是他在这一个准确度方面呢 可能呢 但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鼻腔测试 或者是这个唾液测试来的那么准 但是他出来这个结果很快 对 其实都不用什么 他可以给你一个indication 就是给你一个指引 就是说你这一个人身上的这个抗体怎么样的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如果有唾液测试 对于医院来说也是解决很多问题的 是是是 你就不用等到鼻腔测试的结果了 对对对 但什么时候能推出 那就只能等政府 来我们来看 6875的朋友是说 说心脏病犯了 先到汽车旅馆检测 结果出来是阴性 下一步是拉回医院 还是病疫管 真的是老天爷知道 出来阴性那没问题啊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心脏病发了 你要先检测你不给他治病的话 这个两方面吧 我觉得那么当然呢 就是说在这个医院里面的这医生 他们会进行一个评估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是紧急的 已经是危及生命的一些涉及的心脏病等等的 那么当然是救命要紧了 他也是估计 8821的朋友是说 911是中美实力的拐点 然后8611的朋友认为说 生死非儿戏 因果不可期 所以他认为说呢有的时候他是不会自杀的 0398的朋友是说 这个第三真听WHO的 记得他们说 新冠不会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危机 不戴口罩也是他们当时的指引 所以不听WHO是正确的 就有的时候我就在说嘛 念那个新闻的时候自己也觉得还挺一耐的 7018的朋友是说 建模师的建模参数是考虑到 不明来源的病例了 没有不能仅仅考虑病例数下降 那当然是有了 这个是肯定有毋庸置疑的吧 1588的朋友是说 到目前为止 没有确定传染源头的30个社区病例 将决定下个星期二之后 奥克兰是否能够降级和解禁 也就是到目前为止 很有可能在社区当中 是否还藏着无症状的传染者 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当然要等等看 我们刚才给大家提供的信息 只不过是专家的预测 他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奥克兰大学的这个建模 是他不仅仅是奥克兰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是政府的类似于像这种顾问 顾问 或者是说我们也知道政府每次做决定的时候 会听很多的专家的意见 他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媒体会去采访他 问他认为会不会降级的原因 而且建模师 他们当然是拿到现在所有的数字 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个什么公式 建出来未来会怎么样 对吧 在这方面呢 我们有时候呢 也是必须要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比方说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说 每当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 都是比方说总理Jacinda Arden或者是这个 Ashley Blumfeld或者是Chris Hopkins出来应对媒体 但是呢真正他们的背后呢 是有一个专家团组的 即便是Ashley Blumfeld 她自己本身也不是病毒这方面的这一个专家 她还是 那么当然她有这方面的一个知识 但是呢最终呢 她还是会采纳呢 专家们的这些意见的 OK 还有吗 没有了 OK好 那么接着下来跟大家来说说的 这是因为房子方面的事情 我们稍后会带给大家 那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lockdown之后呢 对于这个就业方面 职位空缺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有 那么最新的这一个数据出来了 这是来自于呢 BNZ银行呢 跟这个SIC New Zealand Employment Report 这一份report呢 是说到了在这一次 说到了这个上个月吧 也就是8月 我们都不要忘记了 8月下旬 我们是开始的这个lockdown 是不是 20来号 10不 我们是16号 好像是 今天如果到下个星期二来说呢 应该今天是10号 下个星期二呢 也就是14号 就8月下旬 因为一个月嘛 对不对 这个level4的这个lockdown 奥克兰 奥克兰来说 所以说那应该是20 20号左右 是差不多这个日期吧 10来号 17 18号 17 18号 OK 那么当然也影响了 在上个月的这个职位空缺 当然到进入这个level4 我们也知道呢 职位空缺方面呢 是下跌了 比之前的一个月 7月份呢 是下跌了12% 那么另外呢 就是申请职位的 这个方面的这个申请呢 也是有所下降 下降了6% 那么跟之前的那一个月的相比 那么当然呢 这个这方面也是在意料之中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呢 这个BNZ银行的 这个资深经济学家的Cray Abbott 就表示说 更重要的就是要看看下个月 下个月呢 就会出来这个9月份的 这个就业数据的报告 那么看看呢 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lockdown 到底对这个职场 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有多大 这一次的lockdown呢 虽然是说职位空缺是减少 申请职位的人也减少 但是如果跟去年同时期的 level4的lockdown比较起来呢 这一次的这个就业方面的影响 已经是缓和很多了 但是这个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在 就是我们说这一轮lockdown之前 大家也知道就业市场的一个状况 就是非常缺人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 我们说去年的那个lockdown之前 是不存在这种现象的 所以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虽然这一轮的lockdown呢 使得有一些的企业 把这个准备要招聘的广告 给撤回来了 但是他们就是整体的一个现象 还是新西兰缺人的 还是缺这种合资格的工人的 所以说过了一年之后呢 我可能大家呢 这个记忆呢 开始有点点模糊了 包括安德鲁在内 去年呢 其实在lockdown的头三个星期呢 这个职位空缺的广告呢 跟之前比较起来呢 是下跌的73% 大家当时还记得吗 有很多的这些银行的 经济学家都预计呢 完蛋了 武器兰的这个失业率呢 双位数字啊 什么房价 哇 什么都来了 是不是 后来发生呢 出现了这个状况呢 不但是没有这个经济学家 所预测的那么般的严重 而且呢 这一个疫情过后 lockdown之后呢 反弹还挺难 是非常的大的 超大的 那么现在我们当然 又面对了另外一轮的 这个lockdown 影响有没有 有 但其实这一次这么说吧 也是因为大家有准备了 那个次是 大家完全都是 两眼一摸黑的进入到lockdown 谁知道lockdown会怎么样 我昨天还在跟我的partner 在聊这件事 他就说他认为 这一轮也是四周 但是最开始的那一轮 不也四周吗 他认为这一次 更时间更长 原因就是因为 那一次是没有经历过 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新的 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想 去琢磨 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这一轮呢 大家好像就有一点习惯了 所以就觉得在家工作的时间 特别慢 而且准备方面当然不一样 这个准备呢 不单单只是这个公司方面的准备 而且是这些雇主还有员工的心理方面的准备 大家都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呢 该是能够在家里安排工作的 那就安排工作 因为在去年的这个lockdown的时候呢 有很多呢 可能认为呢 在家工作不可行的 最终发现 原来也OK 也可以 那么也不需要呢 就是丢掉工作 照样能够在家中进行等等 那么这一些呢 就是在经历过的这一个 去年的这个lockdown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那么在未来 如果有它出有相同的这个情况 可能会越来越稍微的 大家也习以为常了 lockdown 其实这个在这一方面 也是很多的专家啊 都在说说就是随着疫苗 现在打着打着 就是这么接下来 政府再level 4的可能性很低了 这可能是相对这样的 但是我们当然不要忘记了 我们现在这一轮是Delta病毒 下一轮的这个变种病毒是什么 不要念它 OK 没关系 那么在这里呢 也同时呢 就是告诉他 那么在这个职场上受到影响的 当然是有不同的一些行业 一些行业的是 在这个落当期间的是 完全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或者是员工们没有办法上班的 那么当然呢 也就不再请人的 其中当然包括了这个hospitality 还有tourism啊等等啊 这个服务性的 还有retail的 这个服务性的 饮食应的业的 retail的 受到什么受到什么影响的 说实在的 最主要的还是那种你需要天天面对客户 零售业的这一种 其实是受影响最大的 那么说到这个职场方面的受影响 那么接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 政府的这个工资补贴的这个机制 进行的如何呢 去年不用说了 去年的总共呢 在这个最初的这个工资补贴 然后呢 好像是有两次的延长 还有加上其他的零零种种的补贴呢 花费了这个政府啊 其实严格来说是花费的纳税人呢 通过大部分是借贷的这个方式 花费了差不多呢 130个亿 这130个亿呢 当然呢是不单的只是工资补贴 还包括了其他的一种呢 就是应对新冠疫情的 种种的这些开销啊 费用等等啊 当然也可能也包括了购买疫苗等等 花费了差不多130个亿 那么这一次呢 到目前为止 昨天我所看到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这一轮的这个Wage Subsidies 的这个花费呢 是超过了12个亿 当然就是给了83万8千名的雇员 这其中呢 其实是有11万7千都是 自雇的人员 然后也包括了24万2千是企业 当然这企业当中呢 有很多都是属于小企业 这也跟我们新西兰的一个企业的性质是有关的 他说其中比较高的 就是如果按行业来看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建筑行业啊 或者是说饮食啊 这个餐饮 还有Hospitality 就是比如说酒店呢 这一类是最多的 招待服务业呢 这方面呢 就是说他们所申请的 这个工资补贴呢 是比较的踊跃 但是呢 当然也有一些呢 这个大公司啊 除了这个小公司比较普遍之外 大公司比方说 N New Zealand N New Zealand呢 是得到了这个850万 那么Burger King Burger King 这一家这个汉堡王啊 我们叫做汉堡王的联手店呢 也获得180万左右 是不是当时说Burger King要清算 是有一阵子 Burger King呢 是要遇到这方面的这个 就是被这个麦当劳打得不成话了啊 那当时候是出现那么一个状况 好 那么当然呢 这一次呢 我们也知道工资补贴呢 其实呢 要符合这个资格呢 是比上一次去年呢 是比较的严格 这个来自于Business New Zealand的 首席行政官呢 他名字叫做Kirk 他就表示说呢 这一次为什么工资补贴方面呢 发出量呢 是比去年来的少的 其中一个原因 在去年的时候呢 最初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说 也是为了这个应急了 所以说也没有设立太多的一些条件 只要你认为 或者是你预计 你的这一个营收 降低30%呢 你就能够申请 这是去年 那么今年当然是不一样了 对 今年是40% 40% 当然也是一个预估啊 但是就是 就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行业 那只要lock down 完全什么工作都没有 那40% 这都是往轻来说 对不对 所以其实受影响不大 只不过就是那一些呢 我上一轮听到 有一些像专业的领域 就比如我刚才说的 像举例什么会计 律师这种也是申请 他们也是多多少少受影响的 在这一轮就没有了 就差不多一方面 好多都可以在家中工作了 你只要电脑能够连上线 这个软件能够配得上等等 对 再加上呢 就是他们这种 就我们说 他也延了嘛 变成40% 所以很多像我说的 这种行业的 可能这一轮就不会再申请了 是 那么同时呢 我们当然知道呢 在去年 在这一个 去年的那一轮的 这个疫情过后呢 原本的就 爆出了很多的这些信息 有好多的一些公司呢 原本是不应该符合 这个条件申请的 那么最终呢 有一部分的公司呢 是选择呢 将他们所得到的 这一个 Wage Subsidy呢 是退还 退还给政府 但是呢 也有一些公司呢 可能没有退还 不过至今呢 我们看到呢 纽西兰的这个社会发展部门呢 并没有对任何一家公司呢 采取这个检控方面的行动 对 然后刚才也有朋友 是这个 at我说 其实Burger King 已经找到新东家了 当时是Recivation 然后现在找到新东家 那好 那好 找到了 继续留在这个市场上 继续提供这方面的竞争 这算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好 9点31分 这里是有话慢慢说 我们的电话是 095712936 短信平台 0212010998 大家可以 最好通过短信的方式 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那么我们可以不停的 把这个新闻带给您 其实说到这儿 就是那个Burger King 你说他存在新西兰 这个市场竞争力 也挺 他没有什么特别 你知道麦当劳和肯德基的 名声在哪 他的历史也在那 虽然Burger King的历史也不短 但是你总觉得 他好像缺少点什么特色 如果你想吃那种 就不是麦当劳肯德基的汉堡 可能你会想到的 比如像什么Burger Fuel 或者Windy之类的 好像的确Burger King 需要找到他的一个定位 是 是不是 确实是 确实是那么回事 那么当然呢 我们要这么说 比方说你在纽西兰 你所看到的 比方说麦当劳 或者是KFC 这些的大型 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种连锁的快餐店 其实他们是 在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公司 有这个经营权的 这个经营权必须要购买的 那么有一些 连锁快餐店 那么在一个国家 是做得非常好 在另外一个国家 却是面对不同的一个状况 有很多的这方面的 这个 比方说 另外一家公司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Taco Bell 对对对 是不是 Taco Bell那时候 闹到热热火火的 要从澳洲过来 Taco Bell是 这个美国嘛 也是美国的 Taco Bell 那么可是在纽西兰 你有看到 什么样的Taco Bell吗 好像没怎么看到 有什么特别的一些 有 都是有 但是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火 没有时候听说Taco Bell 就是说会外面是大排长龙 或怎么样 没有 就比方讲另外一家的 这个专门汉堡的 这家公司在最初推出的时候 也是外面排队不行了 Cars Junior 对 是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 怎么看到Cars Junior 外面有人排队 那没人排队了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看到 有一种这种三分钟的热度 能不能够有一个 我们叫做Sustainability 就是持续性 这才是经营的王道 我觉得都得找到 自己的一个特点 是 就是你得不同之处 否则为什么会想到去你的 最初的推出市场 很多人是贪新鲜 消费者们要尝试一下 包括社交媒体 他说你吃过了吗 你没吃过 怎么这么傲的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就 没有这个新鲜感 没有这个新鲜感的 这一家企业 将如何的持续的运作下去 而且是保持一个 有竞争力的 这个方式运作下去 那就要看这个经营者 他们有没有办法了 OK 好 那么说到这里 这一个持续性 可负担性等等 我们接着下来 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什么呢 房子 这可是太不可负担了 那么在昨天 有一份报告出来 这份报告是 CoreLogic的 每一年 它会出份两次的报告 这两次的报告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告诉大家 现在在纽西兰 在各大城市 房子的可负担性 有没有出现一个 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在这一次 最新的这个报告当中呢 不好的消息是 房子的可负担性 越来越糟糕 就这么跟大家说 它的这个数字呢 是拿现在平均的 房屋的价值 和你的家庭收入 去进行一个对比的 所以现在看到 最新的数字 就是说 房屋的全国的平均价值 是全国的家庭 平均收入的 接近八倍 他说这个呢 是远远高于 之前的一个平均值的 之前长期的一个平均值 差不多是 房价是家庭收入的 五点八倍 但是现在已经快到八倍了 是 那么这个房价上涨 已经不是新闻了 尤其是在这个今年呢 上半年 我们也就是说呢 在去年的这个疫情 完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房子这个价格呢 还是在不断的攀升 虽然呢 我们有现在这个储备银行 虽然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 还是有不断的这些政策出炉 而且呢 频频的发出了一些信息 要收紧啊 要使到这个风险管控啊 等等 但是呢 还是没有办法阻挡 这些买家的 这个入市的意愿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投资者可能呢 是遇到了一些呢 在融资借贷方面的一个障碍 但是对于这些首次购物者 等等呢 他们还是呢 即便这个房价呢 还是挺贵的 他们还是愿意呢 就是背负那么高的 这个房屋的这个贷款 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 这个 现在呢 根据这一份报告 昨天所出来的这一份报告 有几点 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第一 是说到了 以现在纽西兰的房屋的这个平均的这个价格 跟家庭的这个平均收入 单单在今年的头六个月 房价价值上涨15% 但是家庭收入的涨幅仅仅只有1% 对这个就是早导致刚才说 为什么说这个差距嘛 就是说房价和你的家庭收入的平均值的差距在扩大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挺关注的点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说你想购房 其实你能够还得起贷款 你能不能拿得出首付 现在也有一个消息就在说 说以前大不盖是说需要9.9年能够涨够20%的首付 所以现在是说已经涨到了差不多要10.6年 也就是说如果拿三年的一个叫做长期的一个平均值 是差不多如果你要储存根据这个房价 你要有20%的话 你要存钱要存7.8年 这是三年的平均值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是上升到9.9年了 那么今年的这一次的报告是10.6年 也就是说一个家庭 不管你家里多少人 以一个平均的家庭收入来说 你要存钱 当然要扣除生活的开销了 你可能要存10.6年 才能够达到现有房价的20%的首付 而且这前提是说你在这10年还不得涨价 你要涨价的话 如果再继续涨的话可能又更高了 还有一个数据 这是刚才说到了你攒首付需要多少年 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 现在大概大家是要花多少的工资 是用来还房贷的 这个数字其实也是在增加的 说现在差不多大家要把38%的收入 都拿出来是还房贷 如果你是租房的话 是差不多要拿出21%是用来付租金的 这个当然还不是说的是奥克莱 我们说的是全国的 那么一个平均的房价 现在全国的平均房价 在较早之前发布出来的信息 是94万还是97万左右 90来万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 就是说一个家庭38%的收入 我们以一个平均值来说 是用来还这个房贷的 那么跟这个房子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收费 比方讲说地税水费等等的 这个还不在计算之内 仅仅说的只不过是一个房贷 而且不要忘记的是什么呢 在这份报告里面特别的提出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房屋贷款的利率 是多少 差不多在2.5%左右 是不是在3%以下 以一个浮动利率 或者是固定利率来差不多计算 如果这个在三年前 当那时候的这个房贷利率 在差不多5%左右 当时候因为房价没有现在来得那么贵 反而这个还房贷的比例 占这个家庭收入的比例 反而没有现在那么高 所以说即便是这一个借贷的成本下降 但是因为房屋的这个价格上涨 变成了借贷者必须要借贷更多的贷款 在还房子的时候 所占的这个比例是加重的 刚才我们刚才不是说了一个说平均值 是说大概要拿出百分之多少来着 38嘛 然后后边其实还有一个说是分地区 就是说塔兰嘎和奥克兰当然是最不可负担的嘛 然后这个数字当中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要是住在奥克兰的话 你差不多要拿出你收入的49% 这就是基本上一半来还房贷了 塔兰嘎和49% 奥克兰43% 是 这个是已经是 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也是已经是差不多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夫妻俩都工作 那么其中有一个人的收入呢 基本上全部都已经是用来还房贷了 另外一个人的收入呢 就是家庭的一般的这个支出 那么说之后呢 就是还有没有剩余的这个钱呢 就不得而知了 看大家呢 在这个用度方面怎么去衡量 一半这个真的是 目前就是那么一个情况啊 对啊 OK好 那么在9点41分 我还有一点时间呢 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新闻 这次新闻也是非常关注的 为什么呢 这次新闻呢 当我们再说到这个 房屋的这个价格在不断地上涨的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是这个建筑的材料的这个成本 建筑的这个成本 那么在较早之前呢 我们都跟大家说啊 就是说呢 纽西安的这个建材方面呢 是出现这个短缺 是不是 那么在前天呢 我们的这个副总理 兼财生部长Gran Robertson 就是说呢 开绿灯 对于呢 奥克兰那一些呢 尤其是专门生产的啊 非常紧急短缺的 这些建材的公司呢 让他们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运作 那么在昨天呢 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什么呢 他说 Warehouses in Auckland Completely full with building materials 在奥克兰 有很多的这些仓库 专门的储存这个建材的 满满的都是货 但是运不出去 为什么运不出去呢 因为是在level 4的这个情况之下 运不出去 所以他就说 他说政府有的时候呢 可能听到了一些声音 但是不了解另外一些声音 就他以为说 说什么短缺 主要是因为生产的停工 所以他让了一些去开始生产了 但是没想到 其实仓库当中 也有一些堆在那里 运不出去的 但他们又没有被特批 所以说呢 在这一方面呢 就是说考量考量考量啊 因为为什么呢 在全国啊 其他的地区呢 在这个level 2 在这一个 呃 重新启动了这个房子建造的同时呢 确实在奥克兰 有那么多的这个大型的仓库 是堆满了这些建筑的这些材料 是因为呢 level 4的这个限制之下呢 没有及早的能够运往全国的其他地方 呃 其中有一个呢 受访的这个商家就表示说呢 他一个星期呢 是卸了70个货柜 对 但是这70个货柜呢 很不好意思 在level 4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运不出去 都已经是堆满了这一个仓库 那么当然在前天呢 我们看到的终于政府呢 就是开了这个绿灯 所以说呢 逐渐逐渐的一批一批的这个建材呢 将会运往呢 全国各地需要的地方 但是说起来这个建材哦 大家反正如果你要是有打算 比如说你想要建房 或者是说呢 你想要把你家什么东西翻新之类的 赶紧定 这个建材啊 反正我听到的 所有的不同的领域给出的消息 都是未来一定还会找 我们说前天政府开绿灯 让这些生产商 能够呢 把这些紧急短缺的这个建材 运往全国的这个各地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记哦 它背后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呢 还蛮严苛的 虽然这个条件呢 已经在昨天的新闻里面呢 它比这个前天呢 是放宽的不少 但是还是挺严苛的 我们来看看 首先呢 这个有关的这个厂商呢 他们要提出申请 对 不是自我评估啊 你要提出申请 在NBIE来评估啊 我不知道这个 中间的等待的时间要多长了 这个是第一点 再有呢 是什么呢 是你必须要证明 你是制造或者是分发 是严重跟住宅房屋 相关的这些建材 不包括商业 是住宅房屋 你必须要去证明 我也觉得 那他俩都有到底有多大区别 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个 这个就是提法 还有是什么呢 这些有机会能够获批的这些厂商 他们是包括了一些什么呢 比方讲说这个室外 以及室内的这个墙啊 门啊 窗啊 沉重的这些水电啊等等 这方面的这些建材呢 是OK的 但是刷漆啊 墙纸啊 地毯啊 地板啊 这些又不OK啊 所以说你这个房子 可能建到一半了 就等待这个最后的这个铺地毯啊 油漆啊 可是没建材没办法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什么东西 就无论如果你要画条线 到哪是为止 然后哪里边 可能就会有这个在上下的 就会觉得啊 为什么我不可以 什么我可以我不可以的 但这条线到底谁画 对对 这个不就是挺烦的吗 就什么这个可以那不可以 你总不能够说 我这种房子已经建得七七八八的 就是等待最后的这个铺设 这个或者是刷漆啊 或者是这个地毯啊 或者是这个浴室 卫浴的一些装潢啊等等 这房子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教哥就好比你找一个裁缝 帮你缝一条裤子 就不让你钉扣 然后不是最后到他说 我的裤子呢都完成了七七八八的 最后就是没拉链 对啊 一个道理 那你收获不收获呢 当然也不收获啊 所以说在这方面挺奇怪的 你说比如说这个钉子 就是在指令 你说这个钉子 啊是外墙的钉子可以用啊 这个是用来固定地板的 就不能用 就是这 哎不知道这条线是谁画 是不了解啊 而且你还必须要申请 还要等NBIE来批啊 不知道这中间都等待时间啊 要有多长 我们很快呢 可能呢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 可能下个星期呢 我们都已经进入这个Level 3了 那么干嘛还要得申请呢 Level 3呢 能够 如果Level 4都能够跨境运送的话 那么Level 3应该更加方宽 不是吗 而且呢 我们都知道 房屋政策提供足够的房屋 是纽西兰政府 至少是工党政府重中之重 行吧 就这样吧 9点45分 我们进一段商贷好介绍 回来之后呢 再把另外一则呢 跟房屋建造房屋 相关的新闻带给大家 好 时间来了 早上的9点50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玩 咱俩做一期那个 是 大家不知道在这个 我们在听这一个 商贷好介绍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一些什么啊 OK 不说 真的 好 那么接着下来跟大家说的 这一则新闻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在今天早上呢 估计也就是在节目完结之前呢 把这则信息带给大家 大家看看他这一个标题 这个新闻的这个标题 这个新闻的标题呢 这是来自于Radio New Zealand的 叫做 New Builds Absolutely Not Recommended for First Home Buyers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新建的这个房子 绝对 不应该推荐给 首次置业者 大家听这里不是很奇怪吗 不是当时说 鼓励大家吗 还有政府说 给什么资金 什么补金 在纽西兰 我们都知道 首次置业者 如果你购买的这个房子 这个价格 不超过哪一个 这个上限的话呢 你不单单只是 可以动用你的KiwiSaver 还有可以拿到政府的 这一个补助金 是不是帮助这些首次置业者 让他们呢 置业嘛 对 但是为什么 现在这一个新闻里面说的 是首次置业者 能千万别去碰 那些新建的房子呢 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条款 这个不说 真的是不知道 是 这个条款呢 在过去呢 其实长期以来都有的 但是 最近这一两年 特别的凸显了 这个条款的重要性 在我们 比方说 当这个房子还没有新建之前 一些首次置业者 可能是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有很多新开发的一些地区 首先呢 是选了一块土地 然后呢 找了一个建房商 帮你起了 你心目中的 这个理想的家园 对不对 那么在整个过程之中 当然你必须要签合约 签合约里面呢 好了 这一个房子的造价如何 那么在过去呢 其实一直以来呢 不怎么为别人关注 因为这种造价 比方说 这个建筑商 就是说 好 我帮你起 这个四房的 那么一个房子 比方讲说 就这个造价50万 地价归地价 造价归造价 好 这50万 我能够负担 我就拿这50万 跟这个银行去借贷 对不对 那么银行呢 在经过评估之后呢 好 你连地包括的这个房子 虽然这个房子还没建起来 总共呢 打个比方 就90万吧 那么银行呢 根据这一个数字呢 经过评估呢 就是把这个 本项呢 让你能够贷款 那么 本来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没什么特别的状况 但是过去这一两年 由于建筑材料 不断地攀升 而且攀升的 这一个幅度 非常的大 使到呢 这些建筑商呢 吃不消了 他不能够呢 就是说 真的是能够遵照 原先同意的 那个固定的造价 来完成 这一项工程 那么他在这个合约当中呢 他会有一个叫做 escalation escalation cost escalation cos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 因为建筑材料的价格 发生了变动 上涨了 他没有说下跌 上涨了 escalate 上升 上涨了 建筑商有权 这样是完成你的 这一个房子 但是你必须要补交 这个上涨的 这个差额 这个其实说白了 就是呢 大家听到了 你当时啊 作为房或者叫作为屋主也好 或者你作为买家 你跟他签的是一个固定价格的合红 虽然他叫固定价格 但是不代表说这个材料费的上涨 你也不需要承担 对 因为在这个固定价格当中呢 这份合约里面呢 有另外一个条款 一般的建筑商呢 都会安置这一个条款 就是在有必要的时候 那么当然不是人说口头说了算 确实是呢 你必须要证明 建筑商呢 帮你启动的房子 确实证明呢 当初大家所同意的这个价格呢 现在因为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上涨 盖不出来了 没有办法盖出来了 所以说呢 你我帮你盖完 没关系 原本呢 你以为呢 比方讲说50万 盖这个房子 现在不好意思了 因为材料上涨 10%变成了60万 你必须拿额外的10万块钱出来 那么对于一些呢 首次置业者来说呢 这额外的原本没有预算在内的 这些建材的成本上涨呢 会使到他们呢 可能没有办法跟银行 增加这个借贷 对 而且银行直接就是看到这种 就会跟你说 对 而且呢 根据现在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业界里面的专家所说的 他说呢 基本上呢 银行只要看到你这一个建造房子 这个合约当中 是有这个escalation clause 他业界人士认为呢 就是你能够获得批的贷款的 这个机会率呢 是微之又微的 所以说就对于首次购房子来说 是很麻烦的 其实说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 刚才不是提到说政府有补贴吗 对 但是如果说 比如说他涨价了 本来政府是说75万以下的 给你这个补贴 但是因为造价涨了 比如说就涨了5万 他现在变成80万了 你连政府的这个补贴 可能也拿不到了 对 所以说呢在这一方面非常小心 那么有没有挽救的方法呢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那么昨天看到 Raino New Zealand报告里面呢 其中有一位业界人士 他说确实有人呢 是能够成功的 就是说脱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在委托这个建造商 帮你建房子 它虽然是有一个escalation clause 但是你作为一个买家 你也可以安置一个另外一个条款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作为一个买家 你有权利 就是说退出 退出这份合约 但是你是自己必须要 委托你的律师去这么做 在这个合约里面安置 否则呢按照一般的 这一个master builders的 这一个合约来说呢 他是不会为你作为一个买家呢 安置那么一个条款 让你能够呢脱钩的 对 所以到时候你就是很麻烦的 你说就涨了这10万 你拿不出来 没办法 这就是双方合约里面 他既然他安置了这个escalation clause 你就必须要遵守 所以说呢 在签署任何的合约的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消费者 作为一个客户 你非常有权利 要求你的律师 好好地跟你解释 你在这一份合约里面的 各项的这个条款 我说到这儿 要找靠谱的律师 要找靠谱的 有的是 这不是我们说什么 但是真的是有的那种呢 他就是只是做 比如说房屋买卖的 他给你签个字 那里边很多的细节 他也许都搞不明白 是 所以说呢 在昨天我看到这份报道里面呢 其实这份报道里面呢 还蛮长的 他引用了好几个 不同的这些年轻人 说目前的所遇到一些困难 确实是有很多人 已经是被绑住了 没办法 那么在这里告诉大家 这最主要呢 还是因为在过去 这一两年的这个建筑材料呢 这个波动太大了 去年一年涨了50% 所以说呢导致呢 这个建筑商呢 他们也不想 他们也不想呢 就是说啊 就是他们也希望能够呢 在这一个固定的价格里面完成 但是呢 确实是无可奈何 那么在这里今天星期五的最后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则新闻 我们有短信要跟大家分享 短信很多 我觉得时间关系我念不了了 要不然就先不好意思了 就这些朋友 我们下次吧 有时间我再早点念 今天就只能就到这结束了 好 那么周末了 那么祝大家一个非常愉快 安全的那么一个周末 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呢 能够有一些好的消息 OK 下周见 下周见